中东乱局还在持续,在昨天凌晨发动对胡塞武装本土的空袭之战之后,今天美国再次宣布对也门发动空袭,但是美国发起的第二次空袭行动规模大为减少,仅仅打击了胡塞武装在也门的一个雷达战。 美国随后对外宣布,这次对胡塞武装的打击效果良好,已经严重削弱了胡塞武装发动袭击的能力,很明显这是想要撤退走人的烟雾弹,美国高调发起了空袭也门本土的行动,给人一种虎头蛇尾的感觉,和当年如日中天时相比。 不得不说如今的美国和英国,这两个曾经的世界霸主的军事实力,已经没落到这种程度,实在是令人唏嘘,即便小打小闹的空袭,美国总统拜登也遭到国内反战败的强烈指责,有美国议员指责拜登绕过国会,对也门发动空袭行动极度危险,这让本来想通过对胡塞展示强硬,提高支持率的拜登进退为难,更为打脸的是, 就在美国对外宣称打击效果良好的同时,1月12日,胡塞武装武装红海再次动手,对以色列商船发动袭击,看来这是逼着美国在红海继续动手的节奏,我们看到胡塞武装的战术,也是明显采取了敌进我退,敌退我扰的游击战术,在美国发动空袭之前,胡塞武装已经将大批装备转移至山洞地宝之中, 就连美国自己也承认,这次发射了一百多枚导弹,也紧紧打死了五名胡塞武装分子,这让美英等参战国家倍感尴尬,本来美国想利用这次空袭行动,让也门政府以及沙特等胡塞武装的宿敌们加入战局,重新对胡塞武装开战,好让美国从中解套, 但是美国发动空袭之后,也门国内反战情绪强烈,也门政府也立即对美英空袭行动发出了强烈谴责,也门国内民众更是群情激愤,反而使得武装的支持率急剧提升, 美英的空袭反而让一团散沙的也门,变得空前团结起来,这也让美英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, 这一次布林肯紧急赶赴中东,表面上是劝说以色列收手,其实就是为空袭胡塞武装行动谣人,游说中东国家加入打击胡塞武装本土阵营, 但是让布林肯倍感尴尬的是,不但埃及、阿联酋等国家拒绝出兵,就连沙特这个胡塞武装的宿敌,也直接表态拒绝参与, 甚至连以色列都没有参与这次军事行动,整个中东就一个不派一兵一组参战的巴林凑格术, 另一盟友意大利也直接拒绝了美国派战机的要求,就连唯一参战的英国战机,还是万里奔袭参加的空袭行动, 试问这样的空袭行动怎么能够长久,在找不到炮灰垫背的情况下,美国只能咬咬牙自己亲自上阵了, 更让美国把鼻子气歪的是,北约国家土耳其不但拒不参加美国的空袭联军,反而直接出手趁火打劫, 在伊拉克对美国的盟友库尔德武装再次猛烈开火,直接端了多个库尔德武装的基地, 你空袭也门,我就空袭库尔德武装,面对土耳其的挑衅是出手,美国也是无可奈何, 更何况,如今的美国,在中东招惹的可是能争善战的胡赛武装,直接守着红海打游击, 占据了天势地利人和的优势,对美国来往红海的船只造成巨大威胁, 这就等于胡赛武装已经抓住美国在中东的致命软肋, 如果这场战争长期持续下去,好也能把美国给耗死, 就在美国在红海发动空袭之后,胡赛武装随即就展开了强硬的报复行动, 不但美国在红海的军舰遭到袭击,网传就连美国战机也被击落了, 虽然都没有得到美军证实,但是美国在中东的各大军事基地都高度戒备, 纷纷进入战备状态,而其在伊拉克、叙利亚的军事基地更是风声鹤唳, 如今的美国在中东已经是四面楚歌的境地, 放眼整个中东,除了深陷战争泥潭的以色列之外, 实际上美国在中东已经成了孤家寡人, 就连美国自己也想不到,一贯擅长打仗代理人战争的美国, 如今竟被迫从幕后走上前台, 冲到第一线和中东群廊展开肉搏, 这是美国始料未及的,如今眼看形势不妙, 美国竟然放话声称打击效果良好, 看来这是想要给自己找个台阶, 明镜收兵的节奏, 但是已经跳进中东泥潭战火之中再想跑可就难了, 那么后续局势的演变有什么样的影响呢?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个人看法, 第一点,巴以冲突开始外溢, 毫无疑问, 巴以冲突开始由加沙地带向中东地区出, 中东局势到底会走向何方? 现在还不好判断, 美国虽然伙同英国对胡塞武装进行了军事打击, 但是这些军事行动主要是以远程打击为主, 对胡塞武装的影响主要看两方面的动作, 一是美国后续的打击力度和持续时间, 二是看美国敢不敢出兵野门, 至于胡塞武装, 一直是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武装组织, 比起哈马斯不可同理而语, 主要是手里有装备, 看人家连反舰导弹都有, 更关键的是胡塞武装敢于亮剑, 对于美国和英国的袭击, 胡塞武装发动了反击, 效果如何暂时不清楚, 但是胡塞武装公开表态称, 美英所有利益都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, 也就是说美国这一打, 中东的局势开始升级了, 之前胡塞武装封锁红海时, 是指打靠向以色列港口的船只, 现在变成了只要是美国和英国的利益, 都将受到胡塞武装的攻击, 胡塞武装敢不敢去干这样的事情呢? 我个人认为他是真敢, 胡塞武装和哈马斯不同之处在于, 胡塞武装后面是有人大力支持的, 只要胡塞武装敢于拼命, 对美国和英国的利益进行攻击, 那么有可能会引发中东彻底出现乱局, 第二点, 普京或会调整乌克兰和中东政策, 前面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, 现在美国面临的状况, 就是暗器葫芦扶起瓢, 乌克兰问题还没有解决, 现在因为胡塞武装的事情, 美国开始在中东出手, 这是一次是小打还是大打, 和国际局势是有很大关联性的, 如果普京调整一下政策, 首先在乌克兰方向发动猛攻, 这会为胡塞武装后续的行动打一记强心针, 在进一步来讲, 普京如果再调整一下中东政策, 通过某些渠道向胡塞提供一些豁明或暗的支持的话, 那胡塞武装真敢放开来打, 美英袭击胡塞武装, 这对普京来说确实是一个战略机遇器, 如果利用的好有可能将美国的精力拖在中东地区, 战争一打响俄罗斯第一时间在安里会有了动作, 1月12日, 在俄罗斯的要求下, 联合国就当前红海局势举行紧急会议,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, 美英打击野门胡塞武装目标的军事行动, 无法实现其宣称目标, 普京没有理由不开心, 也没有理由不在政治帮胡塞武装一把, 只要能够将美国精力调动到中东地区, 我认为普京后续一定会有让美国非常难受的动作, 第三点, 东北亚局势或会升温, 对于国际局势节点的把握, 朝鲜也是把握的相当精准的, 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期间, 朝鲜就调整了南北关系为敌对关系, 我之前说过, 朝鲜调整南北关系, 一定会伴随军事资源的重新调整, 一旦美国敢于深度陷入和胡塞武装的军事冲突当中, 朝鲜有可能有比较大的军事动作, 比如调整军事部署, 调集战略资源压上三八线附近, 朝鲜的动作还不算是要命的, 还有一个更加要命的东西, 七十多年前朝鲜战争爆发之时, 所有人都以为解决台湾的机会到了, 结果由于实力的关系, 中国错过了统一的战略机遇期, 现在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, 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, 在乌克兰问题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, 如果美国还敢陷入中东乱局当中无法自拔, 我想这对中国来说确实又是一个战略机遇期, 没有战略资源去支撑的全球战略, 到头了只会瞬间崩塌, 美国要的是全球战略利益, 但现有的实力却无法强行维持, 无论是朝鲜半岛, 西太平洋, 中东和乌克兰, 所以现在的拜登属于吹着口哨过目的, 只要形势不利于美国, 拜登马上就会停止军事行动, 感谢您的内容,